我現在去比利時布魯塞爾 在1958年舉行的 第十一屆世界博覽會園區 你看看我身後 這就是布魯塞爾最有名的原子塔 它用九個鐵球來造成的 你看它的外表已經這麼漂亮 不知道裡面會否很帥 快點跟我一起進去看 看原子塔的外形 是否很難想像究竟怎樣上塔頂 其實連著球體的管道 是電梯或扶手電梯 坐升降機可以直上最頂的觀景台 至於逐層逐層上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展覽 走到第一層 其實它是解釋這個原子塔是怎樣建的 首先這個原子塔 是由兩個設計師建的 它的概念是《奢聰》 《奢聰》的意思是希望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其實比利時是很慘碰和悲傷的 當然他們連自己的語言都沒有 他們建這個塔 其實真的很想團結 比利時的人 所以我覺得你一層說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特別 上這個電梯很帥 這個是不是很有太空氣 我們現在上去另一層 但是剛才上的電梯沒有那麼漂亮 我們現在再上這一層是高很多的 但是我看到它每一個線路都是不同顏色的 這個還是很光亮的 但是待會兒那些是沒有玩的 這個藝術家 四百五十年前的藝術 到今天都應該還是這麼觸碰 應該很有特別的 我發覺它的藝術品 全部是自然、很天然的東西 很自然的東西 而且它好像在說故事一樣 它畫的話在四百五十年前 我可以說很仔細 我會明白為什麼在四百五十年後 還是這麼漂亮 因為很真實 其實有點像拍了一張照片 它在這裡建了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其實是展現它的藝術品 還有它很想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很舒服 我看著畫我覺得好像看著照片 因為我相信以前的相機 當然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它畫的話 這個人應該很細心很細心 因為我看的畫是很柔軟的 走到這麼多個鐵球 還有這麼多層樓梯 這個是時光水道 是我最期待的一個 因為一進去就好像很漂亮 我們走吧 這個值得打卡、拍照和錄影片 因為這個時光隧道 我經常想像別人拍劇 我們下去會不會變成古裝 或者是五十年代的我 而且它會不停轉色 剛才我們搭電梯上來的那個 是很乾的 這個我就覺得有點神秘 有點像我們之前玩的水上活動 進入那些滑滑梯 全部都是這樣的 但我現在是很舒服地搭著電梯 但是上來的時候是走的 走上來是辛苦的 最棒的是什麼? 它們要去到最高峰 是很漂亮的 到了… 放下去了 這個原子塔原來 打算不是擺放過六個月 但是在世界博覽會之後 他們實在太多人很喜歡這個原子塔 所以比利時的政府 就決定留在這裡 但是因為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別人是不可以進來的 因為裡面是不能參觀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很需要重建 比利時也知道 這裡已經變成一個地標了 所以他們從2004年開始重建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得來看 讓我繼續慢慢欣賞這個原子塔